第14題他叫我們求這個函數他的漸進線 那我們再來複習漸進線的觀念 就是呢 假設說呢這一條是水平漸進線 那這個函數呢他跟他漸進的話 那麼 你把這個x呢推到無限大 或者是負無限大 那麼這個y等於f 他這個函數的極限值呢必然會 跟這個這條水平線這個y等於k 越來越接近 所以呢 如果說 這個 當然x呢趨向於無限大或負無限大 我們這邊只寫無限大 當x趨向於無限大的時候呢 這個函數值 這個函數他的極限值呢如果是等於k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推得呢 這個y等於k 他是 這個 他是這個y等於fx fx 他的 水平漸進線 水平漸進線 那另外呢垂直漸進線的觀念呢大概是這樣子 如果這一條線呢他是垂直的 這個x等於a 那麼一個函數呢要有垂直漸進線呢 那他要不然呢就是 一直衝到 無限大 不然的話就是呢 一路衝到負無限大去 一路衝到負無限大 那因為他不能越過這一條線 而且他要一直往上衝或者是往下衝 所以這個函數呢在這邊的函數值 是不存在的 是不存在的 那所以呢 我們這一題 這個就利用這兩個觀念 首先呢 第一個就是呢 我們把x呢推到無限大去 那結果我們發覺說呢 這個函數 他的這個分母是2次方 把他抄一下 這個分母是x平方加1 分子是x 1次方 所以他的極限值呢 是0 分母2次方 分子1次方 所以這個x趨向於無限大的時候 他的極限值是0 好那當你把x推到無限大的時候 極限值如果是k的話 k限是0 好 那我們從這邊呢可以知道呢 這個y等於0 就是 這一個函數 這個y等於f 好 也是水平漸進線 他的水平漸進線 那第二個呢就是呢 我們現在就觀察呢 他有沒有函數值不存在 沒有 這個所以我們說呢 因為這個分母x平方加1呢 他不等於0 這分母等於0的時候 這個函數呢 他的函數值有可能會不存在 或者是無意義 那因為呢這個x平方加1呢 他永遠是不等於0的 所以這個函數呢 他沒有垂直漸進線 他沒有這個垂直漸進線 沒有垂直漸進線